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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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7月25日 四川摄洪县泰河镇 五家乔村的谭州勇 没有像往常那样去工地上班 而是听头了母亲的安排 留在家里干活 老母亲要求儿子 马上解决家里的一个大麻烦 到底是什么事情这么迫切呢 原来村里这段时间 连连遭受狂风暴雨的袭击 家里没少受灾 好不容易盼到了天晴 才发现自家门口 这棵几十米高的昆铜树 成了一个大一块 原先堆砌在树底下的石块 全被冲走了 大树的根部不仅完全暴露了出来 还发生了疑味 整棵树看上去摇摇欲坠 似乎随时都有倒下来的危险 最让人担心的是 树底下正好对着一间破旧的瓦房 里面住着两位年过七十的老人 这树一旦倒下来 万一砸到了下面的房子和人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郎母亲越想越觉得心惊感战 叮住儿子 想办法赶紧着手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以免留下后患 然而让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上述竟差点让谭周勇丢了一条命 老母亲的意思是让儿子上树先把多余的树枝给砍掉 然后再想办法找人帮忙推倒整棵树 爬树对于谭周勇来说轻车熟路 为了安全起见 他打算用一根结实的麻绳 两头分别系在自己的腰间和树干上 树底下的母亲负责指挥 儿子需要什么 他可以随时接应 老太太巴不得赶紧砍掉那些烦心的树枝 免得整天贫心吊胆 谭周勇顺着树慢慢往上爬 一开始非常顺利 经验丰富的他 很快就爬到了大树三分之一的位置 站稳之后 他迅速把麻绳另一头拴在树岔口 拿出锯子 准备先锯掉离自己最近的一根树枝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黑影从他眼前急速掠过 谭周勇没太在意 只觉得脸上有点痒 他并不知道 此时一个巨大的危险 正向他悄悄逼近 就在谭周勇马上就要开始聚树枝的那一刻 又一道黑影急速地从他眼前闪过 这回谭周勇才真正看清楚 原来是一只马蜂 他不禁脱口而出 大喊了一声 原来谭周勇准备砍掉的这根树叉 枝繁叶茂完全挡住了视线 从下面往上看 什么也看不见 只有上了树 距离近了 谭周勇才真真切切地看清楚 顶在树枝前端近在咫尺的正是一个硕大的马蜂窝 一听见有马蜂 老母亲脸色都变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上面潜伏的这么大的风险 早知道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儿子去冒这个险 母亲那紧张的呼喊 反倒让谭周勇觉得老人有点大惊小怪 不就几只马蜂吗 农村书上经常能看到没什么了不起的 谭周勇不但没有停下来 反而加快了速度 对准树枝一阵猛砍 不一会儿树枝掉了下去 树叉口的风潮也跟着一头坠落 谭周勇觉得巨树还挺顺利的 按照这个进度 一上午就能把全部树枝都解决掉 然而正当他继续往树更高处攀爬的时候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谭周勇突然大叫一声 啊 手里的巨子一下子掉了下来 这一声惨叫让树下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 原来当谭周勇找好位置正要聚另一根树枝的时候 一阵突如其来的刺痛让他疼得抛掉了巨子 抬头一看 一群黑鹰疯狂的笑他出来 被马蜂遮了那还得了吗 老太太现在只想拼命让儿子下来 他可是领教过这马蜂的厉害呀 被毁掉蜂巢的马蜂们清朝出动将谭周勇重重包围 无论他怎么拼命驱赶 马蜂却越聚越多 出于本能的自卫 谭周勇两手挥舞 狂抓乱打 尽管疼痛至极 他还必须一边忍受着马蜂的攻击 一边死死的抱住大树 以免跌落 几分钟之后 被马蜂狂轰乱扎的谭周勇 一时开始模糊 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 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身子发软 直挺挺的向后倒去 马蜂也叫狐蜂 大黄蜂 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昆虫 马蜂横行的高发季节 一般在每年的八月份到十月份 马蜂会在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筑巢 像草丛 灌木丛 树林 都是他选择的栖息地 五家桥村正好位于四川碎宁的山区地带 村子周围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森林 以前村子里 树林里也经常有马蜂出现 不过人蜂之间一般都相安无事 为什么这次谈周勇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呢 我们特地走访了养蜂人和有关的专家 想详细了解一下马蜂的习性 中科院动物所的专家告诉我们 从外表看上去 马蜂并不怎么吓人 但他尾部的尖刺却足以致命 马蜂腹部末端有视针 遮人时能排出大量的毒液 当尖刺一旦刺入人的皮肤 马蜂体内的淡黄色毒液会迅速注入人体 毒液中含有神经性或者血液性毒素 人和牲畜被遮后非常痛苦 有的还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和中毒反应 严重的还可能导致死亡 毒液里面潜藏的神经毒素等致命武器 可以令人在24小时之内逼命 看来马蜂个头虽小 不幸却非同寻常 每年一到秋季 因为马蜂导致的各种新闻事件 频频发生 马上我们就将到达 马蜂这人导致女大寻生重伤的事发地点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非常明显的 有一个绿色的牌子 很显然的是事发之后 工作人员悬挂在此地的 上面写着此处有马蜂窝紧无触碰 顺着这棵树呢 我们往上看大概在十几米处的地方 有一个巨大的马蜂窝 看上去呢直径大概有二三十公分 很像一个叠好的被子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马蜂窝所处的位置 湖南衡阳有一位便利抢求人员 在电线杆上维修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一群马蜂的袭击 被困在了高空 记者赶到现场时 这位维修人员还被马蜂窝在电线杆上 随时都有摔下来的危险 他的同事说 他已经像这样在高空待了一个多小时 动弹不得 在升降机的配合下 两位消防队员很快就到了电线杆顶端 他们发现被困的维修工 趴在电线杆上 早已经是昏迷不醒 十多分钟后 电力抢修人员被顺利救下 送往医院抢救 你看 这就是被马蜂遮过的伤口 在我们的随机采访中 很多人对马蜂的危害并不了解 更不知道马蜂有那么大的杀伤力 居然能把人遮死 谭周勇本来可以避免这次麻烦的 但他也同样是因为不懂基本的常识 才招致马蜂疯狂的袭击 但让人奇怪的是 刚才整个马蜂窝 已经随着砍断的树叉掉到了地上 那么为什么树上还会有那么多的马蜂呢 马蜂一般不会主动攻击的 一旦不小心惊动了马蜂 栖息地受到破坏之后 他就会接到错误的信号 以为是人在攻击他 他会反过来进行复仇 正因为觉察到外敌侵占地盘 心怀仇恨的马蜂很快又飞了回来 发起猛烈的进攻 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谭周勇遭到马蜂疯狂的报复 原来这小伙子是被一群又飞回来的马蜂给遮了 李教授 我小时候也被蜜蜂给遮过 幸亏是蜜蜂 遮完之后疼归疼 但是抹点药已经没事了 但是马蜂可不一样 这马蜂我听说 十只马蜂就能遮死一头牛 它这毒性有那么厉害吗 马蜂遮人致死并不是由于这个问题 而是说不管人还是动物 对马蜂毒如果过敏的话 抑制马蜂就可以遮死于人 在人群里头有10%到20%的人 对蜂毒有不同程度的过敏 最过敏的人 这一下就死了 我看您手里头拿了一个线矿的里头 是标本吗 标本 这些马蜂都是我们中国常见的 大的有4厘米多长 越大的毒性就越大的 毒性差不多 我们测了以后 这个蜂都是成龟 龟碱性 所以你一旦被马蜂遮了以后 不要用胺水 或者甚至于往上说拿尿浇一浇 这个都不行 本身就是微点性 即使它不是 你就拿醋也 它一个小孔 那个毒遮进去以后 马上随着血液就流走了 你在那地儿 抹多少醋也没用 不能用醋 胺水和尿 尤其不能用胺水和尿 如果说我真被马蜂遮了一下 尽快上医院 我能做什么 尽快上医院 尽快上医院 尽快上医院前 我还能做些什么事呢 不要挤 不要挤 不要挤出来 另外你一挤 反而把它挤 挤得那个 在血流得更快 本来就是一块地方 人家挤得这么一大块 要尽 关键是速度 尽快上医院 医院给你打点滴 这马蜂是肉食性的 但是它对于香甜的东西 有兴趣 女同志喷了香水 抹了法辣等等的化妆品 非常的香 这马蜂落在他身上 并不是想遮他 这时候你不要慌乱 他也就飞走了 你是手舞足蹈 在一阵乱拍 把他拍到头上 他就顺便就遮了你 您的意思就是 人如果是不主动攻击马蜂的话 他也不会伤害你 是吧 马蜂是属于自卫反击类型 当然它实际上是一种异虫 因为它是肉食性 它要吃其他的虫子 树上的也好 庄内地里的也好 它本来是异虫 但是这种异虫脾气暴躁一点 有这么个缺点 你不惹它 它绝不会攻击你 我听说马蜂好像眼睛其实不太好 色盲是吗 对 马蜂就是我们测试了以后 发现它是色盲 所以我们原来的白色工 但是它对白色很清楚 因为色盲看白色是很亮的 别的颜色 蓝的绿的什么 它一看都是不同程度的灰色 所以你要是被马蜂攻击的时候 你不要乱跑 你只要往地下一蹲 你就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比了 它就找不着你了 如果你要是乱跑 它对冻的东西看得很清楚 尤其是对白色 白色的东西在它看得很清楚 你穿着白色衣服再一跑 你就是博尔特也跑不过它 我们的工作服务原来是白的 自从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我们的工作服务变成这种颜色 就是可以起到保护座 你不要跑 你就往地下一蹲就行 但是我们为了保险体验 一般戴一个旧草帽 因为它遮人都要遮头 头在最上面 你一个旧草帽都发黄了 你戴着往地上 即使它落上也没关系 它遮不透 遮不透 那衣服披着头呢 它会遮得透吗 当然遮透了 不是说衣服遮透了 广西曾经说有一只水牛在天上走 为了一只大马蜂一遮那个牛就趴到水田里不动了 对 牛皮多厚啊都不行了 是啊 所以这衣服尤其夏天 挡不住 挡不住 因为被马蜂遮了以后呢 很可能就肾衰竭啊 呼吸衰竭啊 那就危险了 这是毒比较大 多 所谓毒大就是量大 五六十只马蜂 遮你 都遮你 相当于被毒蛇咬一口 蛇毒也主要是神经毒跟血毒 所以量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要说明一点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是风毒过敏 你如果被一只或几只马蜂遮了以后 我们曾经把马蜂毒拿到疗流 辽宁省肿瘤所做过实验 在一定时间之内 他有抗癌作用 马蜂毒还能抗癌 还能抗癌 这个是有实验的 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被马蜂遮了以后 不要怕得不得了 其实没什么关系 一分为二来看待马蜂 对 他还能可能有好处呢 用不着太害怕 现在我发现人们呢 对马蜂的惧怕 就是怕遮了以后 又怎么办呢 又红肿热痛了 其实不要紧 过敏的你就赶紧上 没过敏的也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老百姓 我们想知道一点 这马蜂一般喜欢在哪做窝 什么环境下 它最容易碰到马蜂 遮风遮雨的地方 比如房檐下 树上的茂密的树叶遮挡 或者尤其像什么猪圈里 这是岩石下面 他要在这顶住 眼看谭周勇就要从树上掉下来 大难临头 他能否脱离险境 紧急研究 谭周勇的命运将会怎样 他最后能否生还 五六十只马蜂 遮你都遮你 相当于被毒蛇咬 生活早参考 武术杀手 正在播出 眼睁睁看着被马蜂疯狂袭击的谭周勇 从树上滚下来 此刻最后悔的就是催促儿子 谭树叉的老母亲了 幸运的是谭周勇上树的时候 把麻绳的另外一头 牢牢地混在了树干上 就在他向后倒下的一瞬间 麻绳紧紧地系住了他的腰 救了他一命 他整个身子恰好趴在树叉中间 一直站在树下急着团团转的老母亲 手忙脚乱地给女儿打了个电话 十万货鸡赶回来的妹妹 一看见哥哥昏迷不醒地挂在树上 一下子傻眼了 当时到的时候我看过我就在树上 就已经爬在上面 爬在树子很高嘛 他就在上面 然后我马上下着狗 跑到树下面去喊 我就喊他 我说哥哥 喊他都没有 没有 就是答应我们 他当时应该是 就应该 应该都不清醒 应该是不晓得 此时谭周勇被挂在树上 已将近半个小时 成群的马峰仍然在他头上盘旋 妹妹心里那个着急啊 然而任凭千呼万唤 谭周勇都没有什么反应 让妹妹最担心的 就是哥哥那刚满八个月的儿子 他妻子身体又不好 需要照顾 平时全靠他一个人干活挣钱 维持生计 如果要出点什么事 这上有老下有小 全家人可怎么办呢 周围村民越聚越多 大伙心里都着急 但是谁也不敢上树 姑且不说树太高了 就看上面那些 仍在盘旋飞舞的马峰 谁敢冒这个险呢 没得办法 就到处都是风子在追 在飞 树子太高了 今天上不去 想走 当然想去救 但是树子太高了 我们去也没法去 手足无措的母亲 在一个村民的提醒下 颤颤巍巍地 给120打了个电话 哪知道120来了 也毫无办法 她没得花 就会在开里没得花 慌乱中 老太太又打了110 结果警察来了 也是无计可施 警察这才告诉老太太 赶紧给119打电话 接到出警命令的四川 穗宁市泰克大道 消防中队 立即出动 火速赶往现场 一到目的地 眼前这棵高达20米的大树 仍在乱飞的马峰 老母亲的无助 都让他们感到 问题与想象中的严重 由于出事地点又窄又小 消防登高使用的 举高车 云梯车等一系列装备 根本无法进入 消防官兵经过商议之后 决定只能借助村民的梯子 徒手直接上座 然而新的麻烦又出现了 当消防队员 穿好特制的防风服 往树上攀爬时 却发现根本无法上去 消防应付马峰 是有专门的服装装备的 按照程序 应该把防风面具戴上 穿上特制的防风服 装带席背 才能安全有效地处理马峰窝 如果没有防风保护服 消防战士不仅救不了人 自己还有可能被马峰 也遮伤了 造成新的伤害 云梯消防车进不来 周围也找不到那么高的梯子 防风服太滑 消防员几乎一步都爬不上去 现场出现的各种难题 让救援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可是救人要紧 眼睁睁看着谭州勇趴在上面的时间越来越长 大伙心里特别着急 老母亲更是心急如焚 为了抢时间 消防官兵又很快拟定第二救援方案 消防战士尹静鹏决定 不穿防风服 而改穿消防服 徒手直接上注 谭州勇被困的位置处于树岔口 距离地面有十米多高 消防战士尹静鹏在腰间系了两根安全绳 一根自己用 一根救援用 因为戴了面具 无法实施救援 他干脆连面具都没戴 上述之后 尹静鹏不时调整位置 以确保身体平衡 慢慢向谭州勇方向挪动 十分钟之后 尹静鹏成功靠近谭州勇 但此时 新的困难又出现了 被马峰遮过之后 谭州勇几乎没有什么知觉 他根本无法配合尹静鹏 这无形中给救援又增加了难度 最终 尹静鹏不顾自己的安危 先给谭州勇系上了安全绳 并在战友的帮助下 慢慢将谭州勇安全放下来 艰难的救援终于成功了 处于昏迷状态的谭州勇 很快被送到了当地医院进行救治 经过检查医生说 谭州勇将进行为期三天的住院观察和治疗 因为抢救比较及时 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2013年7月以来 四川穗宁市消防支队各地均有马峰扰民事件发生 马峰伤人事件已经达到了200多起 秋季是马峰活跃的高峰期 专家特别提示 当人们外出到野外活动 靠近草丛和灌木丛等地带时 一定要留心有没有马峰出现 发现蜂巢时应远远的绕行 千万不要擅自去捅 以免激怒蜂群招致更多的攻击 今天我算是见识了 其实人家马峰它不是个害虫 它是一个有缺点 有性格 有个性的这么一只 很异宠 秋天来了 很多出外旅游的朋友 提醒你们 别轻易地去攻击 招惹马峰 别捅马峰窝 那么女性 最好你喷着香水 喷着发酵 离马峰窝远一点 如果真的是被马峰攻击了 别怕 待着原地不动 咱不穿白色的衣服 别乱跑 这样才能避免它的攻击 实在是被马峰遮了 别用那些民间那些土著说法 什么安水 尿 那也没用 第一时间赶紧上医院 好了 这里是生活早餐口 下期再见